西齐与北林结盟 已成定居 七日后便是和亲之期 陛下是让他坐上去北林的花轿 还是七日后见到哀家的尸体 这是朕自小姐待在身边的玉米 你将她待在身上 她会代替朕 护你平安 容乐拜别皇兄 容乐 黎王殿下道 老公 这就是需要 那林奇两国的和平使者 今天就在大殿上定下魂蒙 我何时说我要重新 国家强大从不依靠儿女 只有弱者才会依靠女人的权杆 容乐希望殿下可以给我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 宫主的半年之约 盼门毫无兴趣 是毫无兴趣还是毫无自信 殿下推膛逃避 可是怕输给容乐 看来 明动天下的黎王殿下 也不过如此 白衣法 黃飛 6月18日晚間11點 韋蘭戲劇台